不过大家现在更要追究的是到底这意外怎么会发生 飞安会现在已经是找到了黑盒子 最快在今天会解读 外界分析了这失势可能是有五大原因 才会造成飞机在空中失能 复兴航空半年两起同行班机失势 原因究竟是什么初步整理出五大原因 第一个可能是发动机失去动力 根据机长向塔台发出的求救内容提到Engine Frames Out 也就是发动机熄火 加上许多目击者指称飞机坠毁成螺旋桨已经停止转动 几乎可以确定造势主因和发动机有关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发动机出现瑕疵 失势的机型为ATR72600是最新的机种 机领不到十个月 但从去年就开始出现问题 四月份从曼谷飞回台湾途中 一号发动机的滑油低油压警告灯号曾经两度亮起 相隔四个月到八月 同一巨发动机的滑油外胜被迫退回原厂更换 专家指出更严重的后果就是发动机失效 另外还传出起飞前其实引擎早有异状 有复兴的机式爆料是是当天上午正驾驶在完成台北飞机门往返任务后曾经在飞航登陆表上记录引擎有异状 本来应该检修的飞机但因为担心搬机延误遭到民航局罚款居然还是放飞 不过复兴航空和民航局目前都表示没有接获引擎有异状的通报 之后复兴航空进一步澄清爆料机师指的是另一架飞机 但也显示复兴航空的飞机可能有问题的不止一架 还有专家认为松山机场警铃河岸周边不把鸟类出没可能是遭到鸟击 另外复兴航空机师短缺的问题也曾经传出机师经常超时工作 不过究竟实施的原因是什么 民航局到现在还是没有答案 记者立方的报道